高雄所发生的深夜警匪追逐大战 昨天深夜是宝大迅雷中队巡逐时候 发现一名毒品通气前科的男子 行迹相当可疑 立刻想要拦车盘查 这男子反而是飞车逃逸了 但最后自己撞到机车动弹不得 而今天上午警方公布了最新的追逐画面 宝大远警驾着警车在街头巷内追逐 因为前方黑色轿车加速逃逸 狭小乡龙内时速高达七八十公里 相当惊险 还好警匪追逐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 路上行人稀少 黑色轿车还一度停下来 想要倒车冲撞警车 远警机警闪过 警方一路追捕一路呼叫支援 追了七八公里 驾驶一时紧张 转弯失控撞上路旁机车 还有花台卡住 两名远警眼见机不可失 立即冲上前掏枪鹤令不要动 受伤那当场我们就给他逮捕 然后上次的部分我们送高一机诊室 上次大概在前耳 以及后耳的耳朵的左上方 有那个撕裂伤 原来远警在大风保兴路口 巡逻停等红灯时 发现前方轿车行机可疑 一查之下发现 车主是毒品通气犯 准备要将他拦下 没想到驾驶开车拒捕 最后成功逮捕艺人 并且在车上收出三公克多海洛因 毒品全案依法送办 记者谢嘉玲高雄报道 小伙伴